沙角水仙芒果 因味甜气香而著名 沙角府的水果皇后 沙角府是位于泰国东部边界的府 算是东部面积最广的府 大部分地形是山脉、丘陵和河流平原 沙角府的土质是泥土混合着黏土和红土碎石颗粒 或者是黏土混合着红土碎石颗粒 因此排水性能很好 再加上降水量较少的气候条件 平均在1296至1539毫米之间 全年平均气温27.5至28.7摄氏度 因此适合种植水果 尤其是芒果 在沙角府多个县 总面积超过13600公顷的土地上 到处都种满了沙角水仙芒果 宝贵的重要经济作物 种植区域遍布六个县 即沙角府直辖县 瓦塔纳纳空县 阿兰布拉特县 考察甘县 望南岩县和望宋问县 气候条件和地形条件相结合 有着合适的松散 且含淡量高的土壤 正是这种关系产出了 外形和味道都很独特的优质芒果 摇身变为著名的水果 沙角水仙芒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也认为我们是17岁至20岁 我们有车刷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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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有车刷带单 我们有车刷带单 我们会有车刷带单 沙角水仙芒果突出的外形特征 将分成皮薄全身金色的金色水仙芒果 和淡黄色的四号水仙芒果 果实重250至600克 果肉橙橙黄色并且纤维少 果盒扁薄 生芒果会有酸味 当果实完全成熟会有甜味 气味香甜柔和 因此目前沙角芒果在全国广受欢迎 还出口到国外 例如日本、韩国、中国和俄罗斯 我开始为何的这个肌肉 想要给我们设计策的肌肉 是四十五五米区 之后 或者说每个肌肉都还没有减薄 可能不应该发生 这是折腿的肌肉 因为这种肌肉的肌肉 能够降臨 因为我们处理自己的肌肉 能够降台 eat120万 如果被这个肌肉 我们要求我们的孙子 一个小的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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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方面的重要因素 是水仙芒果 成为了独具特色的产品 香甜的味道 漂亮的金黄色 和与众不同的柔和香味 使得水仙芒果被商务部知识产权局 注册为地理标志 《科学企业》 如今的沙角水仙芒果 堪称是帮助农民恢复生计的 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 促进创业增收 并上榜最优质的芒果 沙角水仙芒果 沙角斧最棒的地理标志产品 也有充满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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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充满货 prima 加上 紫